廣深港高鐵最近又推出新的東西 就是雞翅票和定期票 這完全是為了那些要經常出入粵港的朋友而準備 關鍵是這兩種票比你單次購票更好 不過就有以下這幾點需要注意 首先這兩種票是不能中途出入站或粵站使用 只能夠在廣深港內地車站至香港西九龍車站使用 而內地車站就包括以下這些 第二,雞翅票可以在九十日內乘坐二十次固定組合列車 這種就比較適合三個月內乘車不超過二十次旅客 而定期票就可以在三十日內最多乘坐六十次固定組合列車 就更加適合那些一個月要頻繁出入粵港的旅客 第三,購買和使用這兩種票比普通車票更簡單 在12306平台購買後就可以預約相關的班次 計次票最多可以同時預約四班 而定期票最多可以同時預約十班 不過如果不可以按時乘車的話 就記得要在開車之前取消它 不然就會被視為以乘車並扣減乘車次數 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福田站的計次票和定期票 就不可以使用福田零活行來更改車次的安排 這樣看來真是省不少 如果你符合條件的話 不妨考慮購買來試試吧 跟著家欣走廣東 慣慣他就知道多些 以上就不妨想給我 然後到家欣購買來試試看 我們一直看見 穿近項的 眼線 Rh